下来这则国际消息 委内瑞拉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 选民在紧张氛围中投票决定 是让现任总统马杜罗继续执政 还是改推反对派候选人 刚萨雷斯上台 由于马杜罗早前曾经发表 选举结果将决定国家 进入和平或战争时期的言论 这也让外界关注 如果马杜罗真的败北 会不会承认选举结果 委内瑞拉总统选举投票结束 争取连任的总统马杜罗 呼吁各个候选人尊重选举结果 我认为 我认为 在总统大选举行 我认为 总统大选举行 我认为 我认为 总统大选举行 我认为 10位候选举行 对许举行 反对派推选的候选人 刚萨里斯 则呼吁军方尊重选民的议愿 我們在維尼索瓦斯的看法是 憧憬和希望 今天開始是 所有維尼索瓦斯蘭人的維尼索瓦斯 我們不希望維尼索瓦斯 離開國家 而他們離開 他們說 我們會做不成的 因為他們回到這裡 我們會被牙齒開 首都加拉加斯的投票站 從凌晨時分開始 就已經有選民排隊 希望第一時間投票 但一些受訪的選民反應 過程並不順利 我們不讓進入 為什麼? 我們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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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尼索瓦斯蘭人 不是成為小人 還是成為一個人 我們要選擇一個人 這些選擇 不覺得完全正確 我身為聖誕 我身為信證 我從3天晚上 我沒有讓我走 我被人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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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結束後 選民在緊張的氛圍中 在票站外圍觀 尋求第三個任期的 現任總統馬杜羅 面臨所屬政黨 執政25年來最大的挑戰 這次的選舉 共有10名候選人角逐 代表執政統一社會主義黨的馬杜羅 最主要的對手是反對派聯盟 民主統一平台推舉的候選人 前外交官 剛薩雷斯 馬杜羅早前曾經發表選舉結果 將決定國家進入和平 或戰爭時期的言論 也讓外界關注 如果馬杜羅真的敗北 會否承認選舉結果 請進入和平